第一天上台真的是心臟我早上有假扑通扑通跳 所以我现在上台整个很平稳很平静 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一些感受 其实我现在讲的跟我打的稿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也是老师给我的另外一种训练 其实我觉得老师真的不只是教我们口才的部分 更是我们人生的导师 因为他讲的很多话我都觉得很棒 我都把他吵下来 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不要等待机会要自己创造机会 上台不要急着开口 这我也运用在我的工作上面 我现在以前可能人家在跟我沟通事情 我听到不对的事情我就很想要赶快跟他纠正 可是我现在会学习说我不要急着开口 我等他把所有的内容讲完之后 我才去给他一个回应 其实这样子你给他做出的反馈 是比较周全比较完整的 我觉得这在对我的不管是职场 或者是在生活上真的是帮助很大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后昌老师 今天我们学口才很重要一点 我一直强调给大家一个观念 不是说你学口才要协会你多会讲话 你台上你的表达力多强 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学会以同理心 我们要了解对方想要听 如果说一適当的话让对方听的习惯来 我们要在这五周来的时候 最主要还有说这五周来的话 从我第一次上文课 几张回去之后 就是有准备工作经验坛 那还有就是自我介绍 那透过这样子充分的准备之后 我第二次上台的时候呢 就比较有自信心 还有也比较能肯定自己的第二次上台的一个表现 那之后我有机会 就是上台去学习当主持人兼做主席 还有更进一步可以做演员人的训练 这些都是我没有过的经验 所以呢 所以藉由这以上的学习 让我可以不要这么害怕胆怯上台 把心最主要可以把心里面的口述 还有就是清楚啊 清楚把它表达出来 还有可以放入手势啊 还有眼神可以画面 也可以比较整情画意的呈现出来这样 我这一旗下 发现到每个人都有非常棒的成长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班长 因为我对班长一直很期待他来上课 我一直很担心他不来上课 因为他跟他聊过电话 他跟我說他真的非常害怕上台 所以要我给他信心 刚开始他上台分享 他从第一周第二周自己的明显进步也有改变 所以我现在会让我们给班长一个掌声好不好 感谢老师这五周来 恳切有耐心的教导 那我们那我在口台这方面呢 有去部的基础训练 和自信心 谢谢老师 老师辛苦 对 所以经过这五周来的训练 还有学习呢 希望日后有机会 去试教主义斗述 或者是参加团体课程的时候 可以很自然的放得出来 我们相处的时间 跟老师这段时间给我们教导 并不是很长 但是也不算短 就感觉我们 我来到这个教室里面 就是老师给我们的东西 我是可以吸收的 第一次我还觉得 站在这边先踩到那里面 可是第二次第三次就上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对我来讲 我自己其实知道对我帮助很多 那我也没那么紧张 虽然啦 因为逻辑性的连贯 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跟长期的阅读 然后你才会学习 总是永无止境 你才会慢慢的慢慢的克服 并不是说你来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就是比较不那么紧张 有好一点 那老师给我们的一些逻辑性 那我们也懂得说 大概知道原来就是要这样子 循序渐进慢慢的发挥 那很感谢老师把他们 他的专业 把他的那个专业领域 跟一些重点都教给我们 那我更开心就是说 跟所有的同学认识 然后我觉得所有的同学都非常的优秀 真的 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可能还不知道在干嘛 或者是说也不懂了什么 要学习什么东西 那我真的觉得你们很优秀 那也希望就是说 不管下一个学期是什么时候开 那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联系 那下一次呢 霍昌老师如果有机会这个地方 或者是更 离我们更近的地方 更方便的地方 都有开课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 那今天在这边 谢谢所有的同学 因为在你们身上 我真的也看到很多 也真的是 让我可以学习的地方 还有谢谢老师 然后 希望以后我们除了上课以外 我们还可以找时间聚一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